看到是國內第一份血清抗體研究成果出爐了 根據研究也顯示 確診者若是沒有打疫苗 保護力直直落 只剩下三成 也引起專家建議了 確診者在三個月之後 再打疫苗 可以延長以及增強保護效果 好 此外 針對最近的兒童重症個案相當多 就有爸媽發現自己的孩子呼吸喘 胸骨及肋骨之間 陡陷因此趕緊送醫 也幸好爸媽警覺性高 否則晚一步就擔心會有生命危險 這名小弟弟呼吸時 明顯看到產生凹陷 醫師說這是一名三歲以下男童 五月十五號發燒咳嗽 隔天採檢確診 十七號高燒呼吸喘送醫時 胸骨上級勒進凹陷 是典型的消吼症 幸好爸媽警覺性高 及早送醫 要不然後果無法想像 醫師提醒 如果小朋友聲音沙啞 咳嗽像狗嘴 吸氣脖子像被掐住般喘名 可能就是消吼症 要趕快送醫 此外全台第一份血清抗體研究成果也公布 重症的個案要看起來 產生抗體的保護效果 會比輕症來得高跟持久 那另外就是說有打疫苗 包括加上確診之後的一個保護效果的話 會比確診後沒有打疫苗的保護效果 也來得高跟持久 這份研究主要針對Alpha病毒株 不見得能推測到現在Omicron流行情況 研究追蹤兩百三十六名確診者 分成染疫後 有無接種疫苗 以及輕重症等四組 結果顯示有打疫苗的輕重症 抗體可以保護一百天以上 沒有打疫苗的輕重症一百多天後 抗體濃度明顯下降 沒有打疫苗的輕症五百天後 只剩下三成保護力 那現在國際強調的是自然感染之後呢 再打一針或兩針疫苗呢 會使這個保護力大幅提升 根據這些實證就是 你即使得了自然感染 你對於新冠病毒的一個保護力 並不是絕對的 尤其是對病疫病毒的保護 並不是絕對的 無敵星星撐不過百日 疫苗的保護力顯然更加重要 病毒當前不可情呼 記者綜合報導